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期呢 跟大家一起来用我们这个日本料理套装里面的popping cooking 跟大家呢用我们的丝绒粘土做出来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表情包 我们这边是把它放了大概两天之后 让它在室内晾干了以后会变得非常的坚硬 然后呢稍微的有点点这种弹性非常棒 然后我这边想一下要不要给它去加点颜色 然后把它的表情呢进行一个填图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这个签字笔或者是这种黑色的这个笔呢 去给它进行一个填字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可以在它的后面呢去给它再添加一些我们这种丝绒粘土让它整个的模具呢就是更加的饱满一些 好了 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名指甲和按赞 想看到更多视频不要忘了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天都会有视频的更新 不要忘了给留下你们宝贵的留言 下期再见咯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